如蜀白露秋分寒露霜降这六个节气 那么秋三月此位荣平 天气以及地气已明 早卧早起与机聚心 使之安宁已幻秋行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说的秋三月此位荣平 荣是大 平是平展盛大的意思 那么在这个里边呢 这个指的是秋天的气象 然后天气已急 地气已明 这就指的是秋天是灶气开始升起来了 那么这个灶气呢 实际上是秋天指的秋天的正气 那么我们相反 我们经常会用一个词啊 就是烦灶 这个一个词指的是两个病 烦是什么呢 烦指的是心病 烦的一边从火字 一边从业 就是心火上头的意思 那么灶呢 从足字边的灶是什么呢 是指灶动不安 这个灶动不安呢 是指的是肾病 就是圣经不足为灶 那么像圣经不足呢 就会舌头抖 手抖 而圣经不足呢 就不能练经化气 就不能上脑 圣经不足呢 就是大脑思维就会有问题 就是想事情就想到不周全 想事情不周全的话呢 就会做事不成功 那么秋天的灶气起来 就天气已急 地气已明以后呢 这个时候我们要在睡眠上是怎么样的呢 大家看就跟前面两个 跟春夏就有了很大的变化 叫早卧早起 就是因为天地的气机开始收敛了 所以我们人体的气机也要收敛了 就要早一点睡觉 早一点睡觉 然后呢早起还是不变的 早起是什么时候呢 叫以机俱星 就是跟机叫的时候一起起来 就是过去我们经常说文机起舞嘛 这个时候呢你就要起床了 那么始至安宁 但是这个时候对情志的要求 就是一定要安宁 因为在原先的时候 我们曾经讲过 就是女子伤春男子悲秋 到了秋天造气起来的时候 人的情志容易不定 人的情志容易不定 为什么呢 这就叫秋行 人们常说九月秋凉 随着秋季的到来 人们的身体会出现一些病的症状 心情也会发生一定的变化 有人就会联想起古人所说的 秋天有肃杀之气 这是怎么回事呢 秋行是什么呢 就是肃杀之气 秋天有肃杀之气 所以在过去啊 我们中国人在那个刑法上 就是都是怎么样的 一定要秋后问斩 因为天地的契机 当走到秋天的时候 就天地之气都走肃杀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是在人世上 也是表现为就是秋后问斩 那么春天呢 一般都是什么 因为春天主生发 叫做生而勿杀 所以春天一般的话 过去在刑法上 春天是讲究大赦天下 这就是赏而勿乏的意思 就叫助生发之机 就是人世 其实跟天地自然之气 是有一个对应的 这也叫做天人合一 就是都有一个对应的 这么一个像啊 那么一款秋行 到了秋天的时候 我们要缓释这种 秋天的肃杀之气 怎么缓释呢 他说了几点 一个是收敛神气 就是你过于外散 夏天那种过于外散的情况 要收回来了 就不可以太外散了 要保持秋收的这种 一个气象 就是收敛神气 使秋气平 使秋天的肃杀之气啊 能够平缓下来 无外其至 不要再外散了 无外其至 至是指的圣的神明 所以呢 你不要 就是不能再外散了 把该收回来的 因为这个时候 主要的契机 就是收敛的功能 所以呢 大家就一切都要收回来 然后使肺气轻 此秋气之应 养收之道也 因为秋天 在人体五脏上 对应的是人的肺 对应的是人的肺啊 所以呢 在很大的情况下 气机会收到 就是会对应到 人的肺气上 所以我们在秋天的时候 经常会出现一个症状 就是秋气第一影响 是人的肺气 所以在秋天 我们会经常出现咳嗽 哮喘 这些都是肺气的病啊 那么哮喘是另外一个 从另外一个角度上 哮喘应该就是 更深的一层 是指的是肾 肾不纳气 所以造成上面的虚喘啊 这是另外一种说法 但无论如何呢 秋气是养收之道 就是养收炼之机的 这么一个道 那么呢 就是逆之则伤肺 如果你太忤逆了 他的话 你就会伤肺气 伤了肺气以后 怎么样呢 实际上就伤了 他的速降之气 因为在中医里讲 肺主一身之气 肺是主速降的 是往下降气的 比如说在我们人体 一天当中 当你夜里睡到 三点到五点的时候 这个时候是肺经当令 是肺气主速降 那么人在这个时候的睡眠 应该是一种深度睡眠 就是我们夜里 三点到五点的时候 人应该睡得最死 因为这个时候呢 肺开始肺气 开始疏步全身 给全身气血 就是开始重新疏步 那么在这种疏步的情况下呢 一定是在人不能干扰这种疏步 如果你还醒着 你还工作着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相当于干扰了肺气的 这种疏步之相 所以呢 人应该保持 就是包括我们夜里睡觉 我们会发现一个相 当我们是睡眠的时候 就是熬夜的时候 往往到三四点钟 是最难熬的 夜里三四点钟 非常难熬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这个时候全身气血 开始速降了 然后这个时候 你如果再熬夜的话 对身体的伤害会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啊 三点就是 就好像什么呢 就是植物拔结 都是在深夜当中 那么没有说在大白天 植物呼呼的拔结啊 这就是说 阴能够养阳的概念 这也是指阴 肺在中医里是指太阴啊 全靠这个太阴来养阳气的 那么就是说 逆之则伤肺 如果忤逆了他 就会伤了秋天的这种 肃降之气 然后冬为孙谢 到冬天的时候 你就会出现孙谢 那么这种孙谢是什么呢 孙指的是晚饭 这个字是西食 两个字组成的 就是指晚饭 就是所谓孙谢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现在 现实生活当中 经常提到的一个词 叫顽骨不化 就是吃了东西 没有经过消化 消化和吸收的功能 都变得很弱了 看到这儿 我们不禁要问 秋天里 人们除了要保持 良好的睡眠 与平和的心态之外 在饮食方面 又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对于秋天来说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养生的要则 就是关于吃的问题 我们原先曾经说过 秋天一定要多食酱剂 就是为了 因为酱都是发酵 酱出来的 所以这样呢 就能发挥中焦如酱的 中医里讲中焦如酱的 这么一个格局啊 就是它可以把那个五味啊 全都消化掉 就是能够可以帮助它消化和吸收 所以呢这个是秋天入伍 讲究的是五味 像中医里面讲哪些是五味呢 比如咸苦 辛 甘 然后酸 这些都属于五味 所以在饮食上 大家可以就是丰富自己的饮食 什么都吃 然后呢像瓜果类的东西 在秋天也是收获的 对不对 但是呢我们在饮食上 一定要注意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一定要吃硬季的食物 因为每一个季节 应该产生什么样的食物 这是有规定的 这天地万物啊 是有规定的 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 就是秋天的时候 因为它重五味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按节气 按它的收获 比如说秋天应该多吃点什么 你看秋天的东西 一般以酸味橘子类的 都是以酸酸收为主 那么它都是走的 这个秋天的气 秋天气肌就是收 而酸味也是为收的 所以它秋天就会多收获这种东西 然后呢这样的话 我们呢在饮食上呢 你也记着就是吃一些这些的 因为它又是酸又是甜 所以它又入中胶脾胃 对我们人体都会有很大的一些帮助啊 那么从另外一点的 就是要讲一下秋病 秋天的病的特点 秋天呢 一般会得什么病的 最常见的病就是咳嗽 咳嗽实际上就是在很大程度上 是肺的寒血 肺寒造成的 就是会容易咳嗽 咳嗽呢还有一个像 就是我们现在现实临床当中 会看到有一些人特别有意思啊 就是说他也不咳 偶尔会咳啊 但是会出现一个像就是他一次一次的跑厕所 老往厕所跑 这在中医里叫做什么呀 小便数而欠 就小便次数特别多 然后又特别少 每次去尿吧 就尿一串点 对应的天气来讲 他属于那个收敛的气机不够足 他收不住 收不住 然后呢 小便数而欠呢 在中医里认为就属于是肺气虚的病 肺气虚 小便数而欠啊 然后还有呢 像拉西也是属于 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 为孙谢之病 就是有些人可能都等不到冬天 秋天就开始拉了 秋天就肺气 因为肺气虚 肺与大肠相表理 所以肺气的问题会直接影响到大肠 而现在呢 反过来讲一个问题啊 就是现在得肠炎的人 或肠癌的人比较多 那么这在很大程度上跟什么有关呢 因为肠子 他也属于什么呢 就是筋的功能 肝筋的功能 同时呢 一方面是肺气虚的原因 还有一些人呢 就是得肠癌的一些人 应该多注意什么呢 就是少饮酒 多饮酒也会造成就是肝气的损伤 然后他筋的功能就会不够 筋的功能不够 所以这也是他的一个像长痔疮啊 这些问题 通通都跟这肝的功能有关 同时呢 也跟肺气有关 因为在中医里 生克里边讲究的是金克木 就是在秋天的时候会克制掉 然后呢 就是东方的这个肝木的生发之机 所以呢 这些毛病呢 它都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还有呢 就是在秋天的时候 特别容易引发肃疾 也是一些老病会引发出来 通过趋利敏副教授的讲述 我们了解到 在秋天 如果不注意饮食 就容易使旧病复发 那么 该如何预防疾病的发生呢 咱们大家的脉都是打开的 到这咱们停一下 觉得有什么问题吗 我好像觉得就是 趋利敏教授这一期讲的呀 好像都是理论到理论 实际东西比较少 是不是这个样子 我听着我反正觉得好像不是很清楚 他前面讲的秋天呢 是这个收的这个季节 然后呢 就讲要早睡早起 这是讲到你的生活上头 然后呢 又讲到了吃 吃的时候呢 要吃酱质的发酵的东西 要食五味 咸苦心肝酸 吃应激的食品 然后又讲到呢 因为秋季把这个容易伤的是肺 这个 然后呢 就是说是牵扯到呢 就是一个肾气不足 小便受不住 大便吸 咳嗽 还有呢 就是肠胃 肠胃方面的那个病 就讲到了这些 那么我 我觉得听完了以后 好像有点那个 糊涂糊涂 迷迷糊糊的 大家谈一谈吧 我们讨论一小会儿 然后我们再接着听 好吧 大家的麦都是打开的 都可以自己打开讲话 他今天那个讲话没有这么长 屏幕上显示是43分57秒 实际上这个呢 是他连上了这个冬季养生了 我们今天呢 不看他的冬季养生部分 现在离着冬天好像还早 还太早了 下面呢 我们接着播放另外一个 哎呦 我记得又卡壳了 关于骨质疏松的 看另外 分享另外一个视频 大家没什么问题说 那我们就继续往下看 就是不食心骨 这个原则要记住 不吃心打下来的骨物 因为心打下来的骨物 刚才我打岔了啊 现在 曲林敏教授讲的是 秋天怎么样预防疾病的发生 在饮食上头 要注意些什么 骨物它都有生发之急 所以你不吃心骨的话 你吃一些 Welcome to your future Who do you want to be 一些晨凉 然后这样的话呢 它就不容易把那个老病给勾出来 不容易把老病勾出来 那么呢 既然呢 秋天的话 有一个胃的问题 就是五胃特别繁杂的问题 那么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呢 就要注意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五胃过度的话 会对人体造成很大的伤害 就是你吃任何东西 都不要过度去吃啊 那么它怎么过度了以后 会产生什么样的病呢 首先第一点 在《宋问黄帝内经》里边 《五脏生成篇》 他曾经讲 就是多时咸 如果你过时咸味的东西 则脉凝气而变色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过时咸味的东西 就会抑制血的生发和疏布 脉指的是血脉 血脉的生发和疏布 所以就会造成使血脉凝聚而变黑 甚至包括颜黑 因为你的血脉 融不到脸上以后 你的脸的颜色也会变黑 所以呢 就是说脉凝气而变色 这样就会使得 就是脸的肤色 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然后多时苦味的东西 苦味的东西 在我们饮食 日常饮食当中 苦味的东西是煮酱的 煮下降了 苦煮酱 然后呢 如果苦味的东西 你吃得过分的话 那么则皮稿而毛拔 什么意思呢 我们的皮肤要想滋润 因为经常会有人问啊 说秋天 我们怎么养皮肤 因为燥气起来了 我们怎么养这个秋燥 怎么把这个秋燥去掉 秋天的皮肤也容易干燥 那么怎么办呢 就是说这个时候 你如果再吃苦味的东西 你就会更加的干燥 反而你要多吃一些 就是干味的或者心往外散的东西 才可以 心散的东西才可以 那么如果你过时苦味 气机就往下降 那么皮肤就会枯搞 因为皮肤就是气血就融不到这个皮毛 就是不能到皮毛上来 所以你就会出现皮搞 皮肤枯搞 而毛拔甚至毛 毫毛都会掉 这是多食苦味造成的伤害 然后多食心 多吃心味的东西 心就是心窜的东西 则筋极而爪枯 那么多食心味的东西就会筋极 筋是煮肝的问题啊 多食心味的东西就会造成筋 我们身体里边的筋是连缀四肢百孩的东西 那么呢 多食筋 筋是肝是肝气是煮筋的 肝气一旦不能生发 然后呢 我们的筋脉就会出现什么呢 就会出现就是张弛性变弱 弹性不好了 多吃辛辣的东西 辛散的东西 会造成人体的这种弹性 人体里边筋的这种弹性减弱的现象 这个对身体也会产生影响 而肝又主握 握就是这个手 爪就是手爪 就是握力就会很差 然后呢 哭 你这个握力 你这个手指的弯曲 实际上也是肝筋的一个功能 也是筋脉的 就这个筋啊 它的一个功能 如果把这个问题没处理好的话 也会造成这个握力的减弱 那么多食酸 如果过食酸味 这些都是过食的问题啊 如果过食酸味 则肉底奏而纯洁 那么就是说 酸是主收敛的 酸味啊 是主收敛的 如果过食酸味的东西 就会使肝的那种生发之机 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然后就会造成脾 就是脾的弱 就是木刻土 就是脾就会变弱 而肉 记住啊 我们中医里非常有意思 就是脾煮肉 脾是煮肌肉的 中医啊 它是这么讲 就是从一根手指上 实际上都可以看出五脏 就是肺是煮皮毛的 肺是煮皮毛 你的皮毛的问题是肺气的问题 然后里边是肉 肉就是脾 脾煮肌肉 肉里边还有什么呢 有筋 筋是为肝气所主 然后骨头为肾气所主 还有一个 你这个手指要冰凉的话 就是血脉不够 那么就是心气不足 所以通过这些东西 大家就要了解 就从一根手指上 我们可以看出 你五脏的功能是怎么样的 那么如果你的肌肉都开始出现 或者嘴唇也翻翻了 上面全是皮 然后呢 身上的皮肤啊 非常的肌肉 不滋润 同时呢 皱皱巴巴的 这个都是由于多食酸 太收敛气气 太过了 才会造成肌肉的这些不好的现象 然后多食肝胃呢 肝胃是煮什么的呢 肝胃是入中央脾胃的 但是多吃了肝胃的东西 就会造成骨痛而发落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经常会有一些人说 哎呀 我的头发拼命的掉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实际上掉头发 记住啊 头发跟两个脏气有关 一个是肝 一个是肾 那么头发的滋润与否 是跟肝血有关 然后呢 掉头发是跟肾气有关 如果你老掉头发的话 是肾气收藏的能量变弱了 肾气收藏能力 那么什么能让肾气收藏的能量变弱呢 就是过食肝胃的东西 过食甜食 因为这在中医里叫做土壳水 中央脾胃为土 然后肾为水 为北方 如果过食甜味 就会伤到肾水 这就像我们过去所说的 你像枣为什么一定要胡伦吞枣 就是枣这个东西 它胡伦吞下去 实际上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它是肝胃的 它是枣是最补脾的 枣是最补脾 但是呢 它会对芽产生伤害 因为芽是在五脏里边 是由谁所主呢 由肾气所主 所以你的牙齿 如果你受到损伤的话 实际上就是你要过食藻类的东西 就会伤到牙齿 所以呢 过去就有一个成语叫胡伦吞藻 就别伤了牙 直接咕咚吞下去 但是大家记住啊 千万别去吞啊 出了事 别 那个那样也许会出一些危险 但是它这里边只不过在说一个原理 记住啊 所以你过食肝呢 就会伤到骨头 伤到肾 所以骨痛而发落 这就是什么呢 此五味之所伤也 实际上这句话应该怎么说呢 此五味过度之所伤也 如果五味过度的话 就会伤害到身体的方方面面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从 他还有 区立敏副教授以上的讲述中了解到 秋天的养生之道在于养收敛之机 人们要保证睡眠 调节心情 注意饮食 以避免旧病复发 那么到寒冷的冬天 好了 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一个分享 我们就到这 所以养生方便 人们又该 第一部分的这个 分享我们就到这 就是关于这个秋季养生 下面冬季的我们不看了 关于吃的这个 他这个 他讲的这个 我也是很 就是琢磨他这个事吧 他说呀 一上来说 秋天要食五味 咸苦心肝酸 秋天你要吃这些东西 最后讲到的就是说 五味呢 你要适当的吃 不要过度 哪一种味过度了 对人都是一个伤害 然后这里头呢 又讲到了胡伦吞枣 他说胡伦吞枣呢 就是要这个吃枣啊 要胡伦个儿把它吞下去 这样的话呢 就是不会伤到牙齿 然后呢 又说你可千万不要吞 会造成危险 为了这个事呢 我也确实在网上查了查 胡伦吞枣到底什么意思 我查了胡伦吞枣 这个成语的意思 就是说 你这个 读书不求圣洁 对这个问题 不去理解他 就这么 就这么一下你就过去了 这没有真正的理解 这个东西 这就是一个 这就是胡伦吞枣 没有讲到说 你这个枣要胡伦个儿吞下去 这样的话 好 以免伤牙 但是崎林敏教授后代呢 也讲了 他说你可千万不要吞 这会出事的 就是我在网上也查到出事 有一个女的吃枣 不小心 把这个枣呢 就给吞下去了 这个枣壶的两头啊 非常非常尖 他这个枣是挺大的 然后他就感觉到不舒服 最后实在难受的不行 就去医院了 最后呢 是看见了 他这个枣壶的那个尖 他立着扎在了 他的那个胃壁上 然后下胃镜 下钳子给他夹出来了 这个就是 时间要是再晚的话 真的就要出大事了 引起这个胃出血 就要出大事了 所以这个胡伦吞枣呢 这不能够 就是从养生的角度来说 你也不能够胡伦吞枣是吧 但是另外也讲到了 为什么这个枣不能多吃呢 说这个枣壶太甜 你会伤到牙齿 同时呢 就是我记得前几年的时候 冬枣特别实兴啊 因为特别好吃又脆又甜 在国内嘛 那个时候呢 我就那个秋天 就是吃冬枣吃的比较多吧 到冬天吧 然后胃就不舒服了 所以看起来呢 就是说什么东西再好 再好吃也不能够使劲的吃是吧 自己都要是有节制的 所以曲黎敏教授后来讲到的 就是你秋天要食五味 但是五味呢 都不能吃的过度 我想这也就是 一个普遍的道理吧 我们中医的这个养生之道 这个什么时候都是提到啊 你不要过度 关于这个秋季养生呢 曲黎敏教授讲的就是这些 大家有什么要讨论的 就可以讨论 可以随便发言啊 我们的脉都是打开的 他最后讲的就是 秋天呢容易勾老病 为了叫老病不犯发的话呢 你秋天就要 注意吃的这个 一个呢是要吃晨凉 不要吃新凉 一个就是说 补胃不要过度 说了这些了 好 大家有什么要说要讨论的 咱们 咱们讨论讨论 有什么要说的吗 好像就是说 曲黎敏教授讲的呢 他有一点这个笼统的讲原则 没有讲的这个 一些个细节的东西啊 对于咱们这些个外行的人来说呢 就是好像不会联想到更多 跟日常生活就没有 结合的那么样的紧密啊 我就问那个 秋天吃什么呀 我也说那么多 我也没记住 是不是不能吃苦瓜什么之类的 是不是吃点那个辣椒 吃点那个那种 辛辣点的东西好一点啊 我可能没听清楚啊 谁知道谁再跟我说一下 秋天到底吃什么好啊 别人听到的是怎么个感觉 怎么好 我听了半天太多了 我也没记住 我跟你说 我都要吃 对 而且就像你说 能吃什么呀 都不能多吃 五味都吃 但都不能多吃 是吗 是啊 他说有秋天别吃什么呀 别吃什么那个 好像他说 冰谷新下来的粮食 不吃生花的东西 我听懂了 新下来的粮食不要吃 要吃成就的 这个因为我们吃不到新的东西吧 我觉得我们在城市待的人 吃不到那新鲜的 那那那那 蔬菜什么吃什么 像苦瓜什么还能吃吗 可以吃 五味嘛 五味你帮助苦 还有那个青椒 是属于辛辣之物 能不能吃 东西都是适量 都要吃 吃什么都能吃 别想 别忌讳那么多了 什么都吃点就行了呗 就是不要过 不要那么复杂了 复杂都记不住了 还有他说要吃酱菜 酱菜是腌制的 对 就是发酵 发酵过的 像醬的呀 酱类呀 这些可以 为什么 发酵过的 发酵过的是为什么要吃啊 就是 那个收敛生发 他说这个要 因为他发酵过的这个东西里面 就是怎么说的 是有那个发酵的东西 是收敛的 是吧 金崇老师 嗯 他是说 他就是不要吃生发的东西 对 他就是说要吃 不要吃生发的东西 包括心骨不要吃 嗯 他指的是说 废弃在秋天 废弃下沉 不要散发 要要收敛 下沉 要是这样的话 就是散发的东西 不要多吃 不是说不能吃 但是你主意这个饮食 要吃下 下沉一点的东西 好像是这个意思吧 什么是下沉呢 下沉就是 不是正收发 发散的东西 什么是发散的 要收敛 是要吃那些收敛的东西 发散就属于 他们所谓的发物嘛 我们老百姓讲发物 对对对 香菜 那些调料 都是要发物啊 就是虾 什么虾 对 这也都属于发物 但是就是说 他说所有的东西呢 都是要吃一点 但是不要过度 过度就有些 我认为在平时 他讲了好多时候 吃过度的东西 会产生什么后果 讲了很多 但是总之 我们现在就知道 他说要求 这五味都吃 但我们不要过就是了 他苦瓜也好 但是苦瓜好像 秋天不要吃太多吧 说什么 好像说是那个 你看他这个 就挺矛盾的 他说苦呢 是煮酱 那煮酱呢 他又说秋天呢 要吃那个 不要吃生发 要吃酱的东西 就是你要吃 但不能多 我也听有点乱 那搞不懂 对 他有很多 明确就是 不明确让我很明确 他说吃盐 怎么会 会也是 吃多了后 会下沉 但是会脸色 会发黑的 不是甜吧 咸 咸 盐味 咸味 对 味 盐味 另外他说什么 那个酸味 也是 过时酸 会让肝气 也 也这么不好 也就这么收 也这么发生 皮肤肌肉 酸 酸 酸 体味 让皮肤 会变皱 皱 它主要就是 好像看 你的那个表象 比如说 你要是 脸色 吃了 吃了咸 吃多了 然后你的那个面色 可能就不会那么 荣华 就会发黑 就是他这次 就说是组 那个血凝 让那个血液 不是那么通胀 我觉得就像我们平时说的 你吃咸的吃过多了 伤肾 那我们老百姓讲啊 就哎 伤了肾了 其实他在中医上也是 咸 不是中医 西医上对咸这个东西 也是因为里面 钠含量比较多嘛 对 它会影响到肾的 那个排泄的功能 这个可能是有这个关系 他说的主要是主血凝 因为中医我们不懂啊 就听他这样讲 他有很多的那个理论 跟西医还是有一点差别的 也有相同的地方 也有差别 说的有道理 说的是对的 因为他说 现在他讲的是说秋天吃什么 那个我就要听那秋天吃什么 因为你说这少吃咸 什么都少吃 这谁都知道 平常生活都要这么做 也不是说你秋天要这么做 我只是想听他秋天 你重点说是秋天 那我想知道秋天应该怎么保养啊 我们刚才说的前提就是说 他直直的讲的秋天 要无味都吃 但是就是说很多东西不能过 比如哪一种东西过了 有什么影响 比如说你吃的 要让夏沉 辣椒会发散 就是辣的味道 就是腥味 那么让皮肤 让它要下降 就不能多吃太多 因为秋天希望让它夏沉 所以他这个是编证的说 但是他讲了一个前提是 秋天 梅子冬天 他主要的意思是 就是秋天的时候可以乱吃 但不可以多吃 他最主要还说 让你吃应激的食物 就是说那个水果啊 什么水果 那个秋天的应激水果 酸甜味 就像柑橘啊 都很多 因为大丰收的季节嘛 所以什么都来点 红角啊 什么都可以吃 比如说你春天 那你没有这么多的东西 想吃也没有嘛 它就顺应这个 大副的那个规则啊 你初收嘛 让你多吃了也收藏一些 除非冬天用嘛 所以秋天风收的时候 什么东西都多吃 都要吃一些 大丰收 就是这个秋天的 你不想吃也不行啊 它什么都下来 你看看什么都想吃一点嘛 对呀 说明你也需要 要是夏天的话 你可能太热了 还口 没那么多兴致 秋天之后天凉了 东西都下来了 那个人的精神也好了 就想吃了 对它就好像没有什么忌讳 比如说春天和秋天 和夏天 它都有一些忌讳的东西 夏天是有忌讳 秋天也有忌讳 春天也有的 嗯 但是就是说 嗯 都是什么煮 它说秋煮 酱 它就是 我们就以这个酱为煮 嗯 煮酱就是有点收藏的意思嘛 嗯 对对对 这两个是统一的 就是你 但是事情不要过 就像说有人 像红枣 秋天那个秋枣 很好吃 但它过的话容易 便秘 容易辣肚子 因为它 尤其吃的时候 那个枣皮 会沾到皮肤 专到胃里绵膜上 就可以产生很多麻烦 所以 早很好 就是不要多吃 不是什么东西都不要多吃吗 就是生活中 这个道理就是用用的 不是以这个秋季 是用的四季 都是这样的 都能多吃 但是秋天 有特殊性 让你样样都多吃 能都下来 应急的东西都能吃到 那最好了 但是你比如说 你春天的时候 你没有这么多东西 你硬要去吃 那些反季的东西 对对对 这可以理解 对对 它就是 冬天的时候 你最好不要吃 那个反季节的 比如西瓜呀 还有那是储存的 有菜你就不能冬天吃 对呀 但是他这里又讲了一个 在这个季节特色的 咱们普遍的 大家都知道了 我觉得 就是特色的 刚才说的是 腌制的什么东西 酱制的东西 就这个我觉得 是我听到 比较突出的一个 因为我不懂 要吃酱制的东西 那吃点咸菜是不是 发物吃点是什么 吃点酱制的东西 就是要吃 酱制就买点咸菜吃就行了吧 别买咸菜 我自己腌掉咸菜 比如说热咸菜 我这样想 我这样想 酱的就是要割酱的东西 我就不懂 因为我不会酱 我只能放点盐 那就腌了个咸菜就可以了 所以呀 所以这就是酱和咸盐 咸盐的不同嘛 对呀 我不会弄酱的 酱是拿那个黄酱 对呀 对呀 把它炸了以后 就吃那个是吗 对呀 你炸酱面 可能就是很好的 那偶尔吃一次行 老吃也不舒服 对呀 什么都不让你 就不会多吃的 不用多说 我是不是有点 有点 对 因为他 我都听不懂 就是我觉得 普遍大家都公认的东西 就别说了 我就想听他那个 特殊的 特别 关注的 就是秋天特别的 我就吃这个酱的东西 那我要吃一点 但我平常也吃一点 秋天也吃一点 都一样了 没特色了就 那特色就是不吃 陈粮的什么 陈谷啊 陈粮 对对 那个是不吃新鲜的古物 因为下来 要吃陈粮 不吃新鲜的水果吗 是不是也要放一放啊 水果他没说 陈粮 对对 他新鲜的是产生什么了 我没听懂 新鲜的会有什么问题 他就说生发 生发 对对对 就是那个新鲜东西 容易生发 是吧 嗯 在身体里生发 让他在外面生发一下 就不要到身体里生发了 是吧 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没有实践过 也不懂 金仲老师 他说了一个酱 对啊 酱后边 他又补充了一点 就是吃那些发酵食品 对 我想这 咱们是不是 就是算咱们一个作业吧 咱们大家都上网查查 到底这个秋天 在饮食方面 应该注意些什么 吃什么 呃 不吃什么 以及什么叫做中天 秋天多吃这个 呃 发酵食品 我觉得咱们中国啊 对于这个发酵食品 特别特别多 你比如说 酒酿 是发酵食品吧 自己家里就做 嗯 咱们那个传统的醋 酱油 也是发酵食品 对 对吧 咱们吃的那个酱豆腐 馒头 面酱 这些也都是发酵食品 馒头应该不属于发酵 那包括蒸馒头 发面的 属于发面的 发面的 它不是发酵 对对 明白了 发酵是经过一点反应 化学反应了 对 那发面它也是发酵啊 它不属于那种发酵 它是属于那个叫什么 二氧化碳和那个 那个碳水化合物的一个分解的过程 产气 它是产气 有道理 如果咱们就是按照这个传统的发面的方法 就是用这个 咱们都 呃就是 我不知道现在这个 鲜酵母 它是一个 干酵母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啊 它也应该是接菌吧 就是咱们过去 留那个老面 然后 发面蒸馒头 把那个老面 拿这个水化开了 搁一点 搁一点新面在里头 要加上水 给它一定的温度 然后它就冒泡了 然后呢 接面 就是把干面粉揉在里头去 揉在里头去以后 继续发酵 醒嘛 醒起来以后 我们就可以 开始做馒头 蒸馒头了 这也是一个发酵过程啊 但是我 我体会啊 这个 这个发酵过程 它主要是让它产气 让它有个蓬酥的感觉 那你蒸了以后 你哪还有那些发酵的那些 那个成分在里面呢 那它已经 已经等于是发酵好了呀 那成那个那个馒头就是发酵过的食品 吃了 那肯定和不发酵的 它是不 也根本就不同的 好消化呀 各方面好吸收啊 是啊 它是要蓬松嘛 它让你 对呀 你馒头 你馒头 比如说你的面包 你掰开 它里面是有小孔的 那就是 那就是发酵过的食品 而且我觉得今天这个讲的 我就觉得我们应该归纳一下 你就说大家都没有理解的很 那个 我觉得它讲的就很 就比较笼统又比较你要仔细听 我们从这个理解我们把自己的经验能不能 能不能也给大家互相交流一下 这样呢 我觉得自身的这个加上它的这个指导 因为它这个听完了以后 我就觉得根本就不清楚 那就是笼统的那种的你 你什么具体的 反正也许我们就理解就很浅 就就没有什么收获 没理解到什么 那么脸黑了 吃闲了 那那我可以这么说 你你那个那个我们多民族的 这个国家中国人 你去看看从地域上分 那个口味淡的人 他可能皮肤是什么样 口味重的地方的人 脸色就是偏黑 寒带的 比如说有一些 我觉得说不笼统的说 你就就比如说他 但是他吃寒吃咸可能对身体强壮啊 或者是怎么样 这个东西我觉得不好依据来讲 就我就是想是说 我们总结就是说 我们现在当下 就说我们应该偏重 也稍微怎么 他哪个都要吃 哪个又不能吃 吃的人都不敢吃了 什么苦瓜 谁会多多多多吃啊 也就是偶然吃一下 我认为我的感觉理解 就是现在我听了以后 我很混乱 所以我觉得那不如 我们就把我们自己的体会拿出来 比如我这一段 或者是秋天爱咳嗽了什么 以我的经验 我的体会 我会怎么样怎么样 用简单的食谱或什么样 我的效果非常好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交流的机会啊 在他这个引导下 我一个大框架 我们把自己的这个体会 消化以后 或者我们怎么样 分享给大家 可不可以 因为我有个感觉就是 在这边加拿大 因为至少 这个这边的药 和我们中国的 还是像我的感觉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 就是说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吧 他会偏重于 比较喜欢吃中程药 或者自己吃一点偏方 比如说你有点小咳嗽 这儿 医生给你开咳嗽药 是不是就一定喝他的咳嗽药呢 还是 还是我们自己通过一些什么 什么其他的 或者买一点中国的中程药啊 或者是什么 就说 我就说 这个能不能我们交流一下 就是说 我的感觉最近反正 我们这边 我在多伦多也有社区活动 很多合唱 很多人咳嗽 就就说 现在那个药房 咳嗽药都脱销 不光是 就是说你排除 你做检测 不是那个新冠 但是就这个问题 我们日常该怎么办 我都 我都很迷茫 我也想请教各位 我插一句话 我插一句话 好吗 我想问你们多伦多 现在气候到了秋天了 对啊 我觉得现在你看 那个这个 今年好像说八月份 特别 特别有点 那个什么 已经说 前一段我看就提出来 要准备好毛衣了 就是说这个温差 温差吧 他 今年反正我觉得 我不知道怎么感觉 反正我觉得 今年庄稼长得都怪怪的 不跟往年 反正整个 我自己觉得 反正我也没信心了 就同样重重庄稼 往年的我觉得 就好像好像比较好 今年我就觉得 我也不知道 这疫情 反正什么都不太对 因人而异 因人而异 有的地方就是 有的人家都在住的一个地方 那人家这个 庄稼长得特别好 他们纷纷的晒收获 我家的也是 就不粗 就不长大 就是可能我们不会调养 人家也有关系 今天有个气候 有点异常 是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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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把我这的 一周的这个天气 我看了一下 那八月 你看从八月八号往后 就是低温都是16度 你说这16度 是不是就有点偏凉了 你要稍微不注意 会不会就会有着凉的可能 就是 就是16度 对呀 反正就是16度 然后你说 今天我在这是28度和18度 就是说 反正我就觉得 不好说 还是设计是18度 16度 设计是温度 我反正还按中国的那些 我没按他这边的什么度 反正我就能理解的 就是这样 他就写的16度 你说早上你要出去晨练什么的 你不得多穿点 你穿少了 或者什么了 再有风 是不是 是不是 别说历不历秋 就现在 你就不小心 你就会咳嗽 咳嗽完了就老也不好 好 看看大家有什么好高招吧 是吧 对对对 我觉得我们交流一下 把自己的 这些年的经验拿出来 这是最实际的 群演堂 群演堂 对 好 那咱们这个题目就是 咱们星期二讨论 星期二接着讨论 星期二的八点到九点 我们可以讨论 接着讨论这个问题有一段时间 正好我们大家都准备准备 好吧 你觉得齐林敏今天那个报告确实他讲的又很笼统又很原则 你完了以后你确实 确实 找不到尾了 没有操作性 对啊没有不知道从哪收获些什么 该怎么做对没有操作性 对 老师说的很准 不知道怎么地了我觉得他就 金丑老师不是说我给留作业 先去自己查一查 但是留作业 还有一个我请教 我就想我就想请教他说那个粮食新粮食 陈粮食那你现在的秋天的嫩玉米 他也属于粮食类的该不该吃啊 这是正式吃的季节不吃就过去了 他一直强调这个秋天的应急食品一定要吃这难得的季节呀 生活季节 对啊 所以你跟他说他说那个没能吃过季节 对啊 所以我觉得是古墓 秋天生活的季节应该吃新鲜的 可是反而倒不能吃成就的 他说不能吃过分多吧 他没有说 他说是古墓 什么都不能过分 那我觉得这个过分的话理解 我们都是这个成年人了 这个过分谁不知道啊 你哪个季节都不能过分 那终于他来演讲 这些话都没有用的 这些话 我要听那个要知道的那个事 没说出来 关于那个陈粮什么的 我是这么理解的 我想的不知道 不一定对啊 我是这么想的 在以前老早的时候 把往年的粮食叫陈粮 当年的都叫新粮 可是他这个讲的里面嘛 这个新成粮 我觉得不是指多少年的那个旧粮食 就是说刚从地上采上来的那个 就是说先不要吃 那我们的街上买到的都不是刚采上来的 起码要过了好几天了 对啊 那就都能吃了 对啊 我在城市 我吃不到啊 那要是农村的 那地里面刚采回来 对 我觉得他讲的真的没有参考性 就行了 我就觉得就是这么个理解 我知道那个苹果吧 刚采下来不好吃 因为它要回甘一下 就好吃了 你稍微放下两天就行了 对就好吃了 这个我知道 但是粮食我不知道 因为咱们都在城市里的人 没有那感觉 粮食好像也是这么个意思 我想吃也吃不着 我只能吃老玉米 你说的非常对 这个最新的粮食 我吃过一次 就是我那个年轻的时候 刚工作的时候嘛 那个年代里头 我们经常要到农村去劳动 那年呢就是六月份 我们到这个 到这个卢台 河北省卢台 就是在天津望北走 在唐山以南一点的 那么的地方 就到那儿去劳动去 我们干的活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时候吧 他就是正好是这个 收麦子 刀子插秧 哦那不是新凉 就是收麦子 刀子插秧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就要吃得好一点 因为在那个年代 应该是在六几年吧 在那个时候呢 就是农民他一般 他都是很节俭 一直都是很节俭的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对了 应该那时候吃的 还不是新凉 我们就是把这个 吃的是新米的 煮的这个稀饭 好吃吧 太好吃了 可能想起来的话 那个时候他 北方种稻是种一季稻 六月份的时候是插秧 那么这个新米 应该是去年秋天收的 哦那就是 那就不是他说的新凉了 我这说着说的 就是不是新凉了 那但是 但是那确实是我吃到的 最新鲜的刀米 在城市里头你吃不到 那金老师我吃过新凉 我说一下 我就几句 我插队的时候 那个当知青 我们自己分粮食 我记得我是在北方 当时是在西安的 就是长安县吧 旁边的一个县 这个我吃过的 就是麦子分下来 立刻磨了以后 就北方烙那个锅馈 就是大厚饼吧 咱们叫大厚饼 当地人叫锅馈 也就像个锅盖那么厚 大概不是锅盖那么大 就一个一个一个厚 他不是都能高了 能做一寸 对对对 金老师说对 完了呢 那个真好吃 新麦子 我真想尝尝 那个麦香味 我告诉你 我在城里 你想在城市长大多少年 那麦香味太香了 我现在觉得 你要说那个 陈的和新的的 就区别吧 比如你放一年以上 它陈的可能有个韧劲 就稍微大一点 但这个新鲜的那个麦香 反正我们又不懂什么 从在城里多少年 又好吃这个 也不懂这个饼 你怎么这么香 根本不需要菜 我就觉得就不需要菜 关了关了 随便 你就半斤 什么一斤就没了 就说那粮食没下来的 这就是新粮 我的体会是这样的 别的没有 谢谢 太好了 你说的 我们都没有这个机会 尝到这种新鲜 下了四年 下了四年 把那些都尝我们分的粮食 什么什么那些 到走都不要了 都给生产队了 挺穷的 我们才六分工 六分钱 六分钱一个工分 就是干一天十分工的人 才六分钱 那我们去知青 你干不了全劳力 刚开始才给我六分 就是六分钱的六分 百分之六十 这你想嘛 占了四年 但是就分了些粮食 也没拿 都给生产队了 就是我们 但是可以放开吃的饱 知青是什么一点二 分口粮 就是农民是分一 我们分一点二 反正吃的饱 我们又不往回败 那新粮食真香 所以说到这了 谢谢 我有个体验 谢谢 挺好 我觉得你说的挺好的 我相信我们城市人 吃的粮食 不是一年两年的 他是要把那个 粮食割的那个 存起来一种 一种长长的桶子里边 他让我们吃的 都是几年的 一年两年几年的 肯定是这样的 因为新鲜的 还要留着呢 没错 没错 但是后来 那个搞活经济以后 我觉得邓小平开放以后 像我们在社区里 可以看到有农民 他拿那个鸡蛋换东西 拿大米来换 农民少种一点 那个你买到的 或换到的 真是新鲜的 那个米煮的粥也 会非常的香 我就有这点体会 谢谢 我觉得那时候 要煮的米吧 一进屋里 那满屋飘香 现在我煮任何的 没有满屋飘香的感觉 就是 就是 就是这样 蓝屋说的很好 我也是下降 六八年全下降 全走了嘛 我吃过那新鲜稻米 我在盘景全是水稻 那刚下来的稻米 太好吃了 太又香啊 年火一顿 我跟你 我们是吃汁糖 就自己买饭 拿饭庙去买饭 因为我们的青年点 都是整班 两个班级的 在一个青年点 那我一顿 我跟你说啊 一顿吃的一斤二两 对呀 我早餐都吃八两 早餐那个 像水库劳动 一块那个包裹面 大发高就六两 再喝一碗包裹身 就八两了 真的 一个月你的 你要给 往上浇粮 是往那个队上 就是到修水库浇粮 都得浇百十斤 就挺可怕的 在城里哪能吃那么多 粮规定才三十斤 我跟你说 那个营养价值肯定高 那新鲜的肯定高 比隔了多长年的 那要高多了 但是为什么 这次讲课里头讲到 不能吃这个新鲜的 我就不明白了 他用过什么试验呢 所以我的感觉 就是他讲的东西 我们就是自己筛取吧 都有经验了 生活经验 我觉得他的东西 参考价值 可能连百分之十 反正都不足 我觉得不足 没有什么 真的太笼统了 他们都抽象 哪个都不能多吃 我们的 你说五味 对一年四季 你哪个季节按说 你都不能多吃呢 五味 吃多了都不好 对吧 但是我也有 我也有不清楚的 比如说 他说辣不能多吃 我就有时候很纳闷 比如在我周围 有湖南人 有吃辣区的那些 我老很稀罕他们 我说你在你感冒 喉咙发炎的时候 他们还得吃辣子 他们顿顿都吃 那你说我们要说 那个上呼吸道的时候 不能吃辛辣 不能这么 我举个例子 说真话 我有一年出国培训 我是技术人员 我在银行系统出国培训 我和湖南团 我们四个地区团 哈尔滨的 好像还有长沙的 还有我们是 我是西安的 当时好像还有一个 还有是北京的 北京的总行的 我们在一起 当时他们从箱子里 我们出来吃饭的时候 当然也是在酒店里吃饭 他们就带着 从瓶子里 就是拿着整瓶的 那个干辣椒 把它做好的那种干辣子 他就要带到餐桌上 他说 我说你怎么带这个 他说我怕 我怕这边 我们那个吃不到辣子 我吃不下去饭 我说 我就说 他们还挺害怕的 从箱子里带出来 就是干辣 但是人家不是身体很健康吗 人家不是 我看我附近 现在我的合唱团里 好多湖南的 有几个 嗓音特别好 我就说 你说这个辣 不能多吃 我也不懂 所以我也挺矛盾 人家辣 人家从小习惯了 辣惯了 对 辣惯了 这个吃什么东西 跟当地的气候 是有关系的 你比如像贵州 那个地方 就那么样的潮 就是用过去的话 就是说是瘴气 就说是 就说是 那个气候 非常潮 它不是说是气温很低 它是潮 所以 它没有太阳 这个人就要多吃辣椒 所以南方很多地方 它比北方要超市的多 南方很多地方 它就要吃辣椒 当然另外有一方面 也有人说是 因为比较穷 辣椒的话 它就比较容易下饭 容易下饭 这也是一个原因 但是呢 主要还是由于气候 当地的自然条件 引起的 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些的饮食习惯 这些个饮食就变成了 它的习惯了 所以它到了北方 到了天干的地方 它还是想它的那口吃的 是你说的对 它那个像四川人就一再说 它们就是因为潮 所以就吃辣椒 尤其冬天 所以它们从小 就是连小孩从小 都那么干吃辣椒 这么吃 它一时已经习惯了 所以我觉得 北方呢 天气就比较干 你要是还是吃那么多辣椒的话呢 你就上火 那就是它要憋秘了 对啊 它就上火呀 你长得疼啊 你受不了 对对对 另外我还举个例子吧 我就觉得我就在多伦多这边 我体会 就这么多年移民 反正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打工 我和广东人在一起 那个等于是那个 那个服务小组的那个 那个那个组长吧 相当于supervisor 他就他就他就 他就带了那个 他是广东人 他妈妈包的那个绿豆和海带 包的那个糖水给我们喝 他说哎 这个很很意思就是广东人最喜欢喝 什么清热啊 不知道降温什么 我我我反正是第一次喝到 这就是北方没遇过就是绿豆就是绿豆 夏天和海带煮的一起的话 再放上甜的 我是第一次喝 他们就是我们夏天的整天的长期喝这个 我试尝了一下 后来我就纳闷 我说你你这个东西在广东 你是可以现在多伦多的夏天和广东是截然不同 多伦多这就像就我们加拿大就是就是中国的东三省 可以说至少是沈阳吧 差不多就是就是就是你你完全去按你广东的那一套来到这地方 套我认为不实用 应该是因地就是质疑 那我现在的 对 我觉得现在的情况这边气候就应该按按东北气候 就就按我们国内来比较 按东北的一些生活习惯 我觉得参考价值挺大的 我的感觉是这样 冬天东北人怎么抗寒 比如夏天是怎么样怎么样 我觉得你完全按广东那个 哎呀热呀 什么潮啊 湿啊 我们这就没潮 我们阳光明媚 我们晒的都你不戴帽子都被黑 你都晒出毛病来了 你说比如说那个吃那个 比如说吃辣吃什么 它潮湿的地方是麻辣 我也知道这对吧 你多雨的地方阳光少 可是我们这我觉得我们这边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的感觉就是我们应该按照我们实际的环境 我们我们要不懂 我觉得我就参考国内的那些省份 反正中国就参考国内的大物博 那么多民族那么大的区域和我们这的纬度什么都很相像的地方 他们应该怎么我就这样 反正我想身体就会健康 我是这么理解 谢谢大家 你说的对 我觉得我们参考的食谱应该是参考东北 离我们围堵县差不多的地方比较合适 我就觉得这不是绝对 我们就说把各地的优势都带来 不要绝对的就是按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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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的环境整个都变了 生存的环境气温什么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比如各个民族你说各个地区的 它都有自己的长处 我们应该把我们的长处就是或者或者体会经验给大家分享 让我们在这个异国这个土地上怎么生活的健康 怎么健康长寿 我的体会是这样 金老师 我说两句 我觉得特别赞成这位姐姐吧 我一听他说上山下乡 可能是老三界的 其实我也特别希望咱们大伙都能出头露面 就我们能相识的就 真的讲的特别好 就充满了辩证的这个思维 就什么事情我特别赞成他刚才说呢 什么事都不要绝对的 当然我也有一些具体的体会 我觉得今天时间关系后边我们还要有活动 我就不多说什么了 我听了大伙的发言特别受益匪浅 首先你看金老师这么大岁数 我觉得他在学习 你看他都做记录 在听徐黎明那个教授这个安排 我觉得就挺好的 特别应时应急 应咱们的需要 真的安排特别好 而且认真做记录 把问题提出来让大伙讨论 而咱们大家呢 就是能够各输己见 敞开心扉 也没有什么 遮掩的吧 就唱所欲言 大家谈得真的特别好 那么我呢也受益了 这是一个方面 让我通过听这个 徐黎教授这个讲 其实我有他那个系统的也 经常听 那么我觉得啊 最后他讲的我吸取的 就是他天人合一的思想 就是他这个是个原则 就是天人合一 当然这是挺宽泛的 挺原则的 挺抽象的 挺理论的 可是这个天人合一 真的是挺重要的 我觉得这个天 实际上他指的就是 那当然从基督教角度 就认为是神啊什么 我们理解啊 我个人理解 我觉得就是大自然的规律 我们得遵循 这大自然的规律 就是现在这个时节 时令 因此呢就应该 我们的人要追随着这个 去大自然的规律 去规律 当然我过去是教过政治啊 可能在这里给大家 翻门弄斧 说点东西 这规律的东西 和规则是不起回事的 规律它就是那客观的存在 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我们在规律面前 只能说认识规律 发现规律 尊重规律 按规律办事 这样呢 我们这个人的主观 才能服从依据 遵循这个规律 你也违背规律 这教训太多了 对不对 大自然就要惩罚你 其实就受到规律的惩罚 你比如说沙尘暴的问题 说我们烂砍烂伐 最后你看北京也好 天津 我是天津人啊 那就是大 就是沙尘暴 这就是大自然 你违背规律 就对你报复 所以好多事情啊 我们都能证明这一点 因此呢 我觉得他这里 咱们学他的精华 同时得到一个启示 是什么呢 不迷信专家 因为专家 他也是凡夫俗子 说实在的 他也不是神 他不是主宰一切 包括于康教授的 包括任何人的 我原来在教研室工作 就随便说 我不提名字了 像我们那物理教研员 有一个老爷子 特别棒 愣发现了物理教材的 科学性的问题 直接就捅到 那个中央那个教材那了 他就是科学性问题 就改了 总而言之就是说 你看这老爷子 就是他的学问 他的积累 愣依然就能感觉到 这问题有问题 所以最后就改变了 有错就必究 是不是 所以我们就不迷信一切 我们自己 有自己的体会 我特别赞成金老 下次谈 就谈咱们个人体会 就我还坚持 那个小天访谈那句话 用事实说话 所以好多 这个规律的东西也好 这个本质的东西也好 是人们咱们都可以借鉴的 但是这里又出现一个问题 什么都是相对 不是绝对的 我前一段听那个指挥家 郑小英 他谈到了 那老奶奶 老专家了 都九十多岁了 他指挥的时候 就随便谈点生活 就说什么呢 这个什么 这个电视台也好 记者上 他们出来不采访我 谈到养生 他说我都是跟他们是逆行的 那个吃方面 不让吃的我都吃 活生生的就在这摆着了 人家活得九十多岁了 是不是 所以我说这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因刚才有的朋友谈到了 就是因地制宜 其实也叫因地而宜 因时而宜 因人而宜 叫意 不是疑 疑问的 是意 意有意 我们就因自己的情况来确定 那湖北人 他们的生活习惯 加拿大人生活 我们看到大冬天 那有加拿大光的 腿还在跑步了 我们学得了人家吗 学不了 所以每个人的具体情况都不同 就是从哲学的观点来说 世界上都找不到相同的两片树叶 何况我们人呢 是吧 我们人与人之间也不同 所以别人吃这个行 我吃这个就不行 因为我身体素质在这摆着了 我的这个基因的问题 生活习惯的问题 是吧 还有这个环境的问题 就好多问题造就我 像我 我吃点辣子 我就大便干燥 我就特别得注意 我少吃辣 有时候馋子 你没办法就买那个老干妈 调一点 像昨天炒土豆丝 我觉得土豆丝炒出来 味道不行 我就调了一点 搁一点老干妈 不能多吃 你像吃那个 现在跟四季在一块 让皮肠吃素食 我感觉特别舒服 尝到了吃素食的甜头了 你吃肉吧 就包括你那个 就说那个大白话了 放个屁都是特别恶臭 你吃了肉了 可是你吃素吧 你就觉得拉屎撒尿都没有味道 真的就没有那种 骚味啊 或者吃肉那种 这就 哎呀 这不就是素食带来的 那个什么 所以我就说 都要根据自己的情况 因人而异 因食而异 食就食令 节气 另外因地而异 我就说这些吧 说的不对 请大家做参考 太抽象了 太概括了 谢谢老师讲的非常好 谢谢你 是不是叫爱玲 我是讲的太好了 爱玲讲的真好 不不不 我就透过现象 说点本质的东西 所以呢 你讲的太好 我非常接受 我也有自己的体会 我看今天时间关心 我九点半一会儿 非常好 非常好 谢谢 谢谢您的鼓励 我觉得大家谈得特别好 我是Nancy 我觉得你讲的很好 你是Nancy 我听懂我已经是那个 叫Idy了 Nancy 所以我就特别愿意咱们 能够打开视频 大家在里面 我觉得我们自己 自己讲自己的体会 或消化的东西 这才好 而且我再说一句 就是金老师选的 这些都非常好 像上一次金老师选 那个于康 那个说句良性话 我不大喜欢于康这个人的 我觉得他很官腔的 真的很不识 我不喜欢他 不欣赏他 但是金老师 选的那一集 他给中科院讲的 那是他讲的最好的一集 我听了 我没有意义 我觉得他讲 到底是给专家讲 他的口气啊 什么 整个讲的非常好 所以我非常感谢金钟老师 每一次都那么用心的 给我们 对 真是这样 感谢金钟老师 谢谢 因为我们现在 有时候一表扬别人 别人就爱说 怎么那么拍马屁 其实我觉得 真的不是拍马屁 就是实事求是 就在欣赏学习别人 我觉得每个人身上 都有锁长锁短 我们就取人之长 不己之短嘛 所以每个人谈的 其实都有借鉴 都有闪光的地方 我们就拿来主意 是吧 你看小日本子 刚才有一个姐姐 是银行的 就谈他出去什么 学人家 咱们过去中国呢 出国那些人 真的有的政治关系 什么的 借机会出国什么 人家日本人 到哪去出国 到全世界旅游 据说啊 都是专业人才 所以专业人才 怎么着 他到哪学 他就都拿来主意 拿来以后 就跟咱们小孩 学那个堆积木一样 对不对 我重新把这个积木 其实还是这堆积木 我重新推倒了 我重新排列组合 那就是我的了 就贴上日本的东西了 那眼睛呢 其实这里 又有中国的 又有俄罗斯的 又有印度的 又有巴西的 就总而言之 那换成了 最后是日本的 都有你们的 但是我综合了 所以我们 就是鲁迅有篇文章 叫拿来主意 我们今天学习 其实我们这个 到了加拿大 真的我们来自全国各地 四面八方 咱五红四海 倒在一起 我觉得真的 每个人都有特别 都有特长 我就根据我自己的 那个想法 谈点体会 真的不足挂齿 也向大家学习 金老师 我是非常 也是欣赏 敬佩 非常尊重的 那个老教师 真的是我们的老前辈 做得特别好 刚才那姐说 对用心 什么是只要我们用心 包括养生这方面 我们自己用心就是了 完了又插话了 谢谢刚才那位姐姐的 那个鼓励 叫南喜 是吧 南喜谢谢 南喜谢谢 好的 爱迪 爱迪 我们今天呢 就说到这儿 留着的话呢 我们星期二接着说 这个栏目呢 也是 我不知道怎么 狐狸巴多的 就把我逼到了这儿了 咱们是 我是从 就是早上起来 跟大家一起 打八段井开始 迷迷糊糊的 就变成了 我领着了 就做做拍拍打打 然后 做的挺棒的 就又 又开了这么个栏目 然后就又开了一个 星期二的一个 养天 于是 越搞越多了 在这当中呢 我确实也学到了 很多东西 要说的话呢 就是 是二十年前的话 我连什么是阴阳 我都不懂 这个 这么多年吧 慢慢慢慢的 一点一点的 当然现在这个 媒体也是 就是很方便吧 也很容易 查到东西 不过呢 就是查所有的东西 我们都要 自己动脑筋 要分析 现在是 什么 对的错的 什么都有 有的干脆 发上来 就是为了赚流量的 所以呢 就是吸取哪个东西 我们要自己来分析 反正从这些个活动当中吧 我自己也确实 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还交了 那么多的好朋友 这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 好 我们今天就到这儿 谢谢大家 谢谢金钟老师 谢谢金钟老师 谢谢各位发言的 姐妹们 谢谢金钟老师 谢谢大家 真的 谢谢你 Mizra